功能强大的全新Highlander 助力您的冒险升级 您的南加州Toyota经销商 美国驻华大使展望中美关系 即推进共同利益 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天 1月9号的凤凰美中新闻 让我们先来关注 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9号 是在卡特中心 纪念中美建交45周年活动 至此终究表示 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 为两国关系奠定了新基础 未来一年 中美应该继续推进高层对话 并在利益一致的领域扩大合作 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9号 在线出席了卡特中心 纪念中美建交45周年的活动 他肯定了中美两国元首 去年11月在关键时刻 展开外交的重要性 并成功为两国关系 奠定了新的基础 伯恩斯指出中美将继续在气候变化 全球卫生食品安全等利益一致的领域推进合作 但在军事安全等存在竞争的领域 包括先进半导体等技术 美国不会做出妥协 随着2024年美国大选临近 包括美国总统拜登在内的参选人 都开始打中国牌 争取选民支持 虽然对美国国内政治环境感到沮丧 但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欧伦斯 仍然希望中美能够在关税问题上做出退让 欧伦斯还指出中美元首在旧金山会晤中 就打击芬泰尼问题达成共识 目前两国合作取得了初步进展 欧伦斯认为这凸显出了中美交流的重要意义 我们被人和中国共同谈论 我们被人和中国共同谈论 为美国民主党和商业社会议议 在中美建交45周年之际 中国驻美大使谢峰9号时发表讲话 为落实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共识 谢峰是提出了四点建议 中国驻美大使谢峰9号发表视频致词 为落实中美两国元首旧金山会晤共识 谢峰提出四点建议 首先是摒弃冷战思维 树立正确相互认知 变成购利与配合 謝鋒指出 第二是要管控矛盾分歧 把握中美關係的正確方向 西風提出第三點建議 是聚焦共同利益 讓對話合作成為主基調 近來中方采取了一系列 積極舉措 包括批准万事網連准入 博通收購微銳 商談新的大熊貓保護合作計劃 在美方解除 對中方主管部門制裁前提下 中方持續推進 芬泰尼類物質及其前提化學品的 專項治理行動 中美軍方高層展開通話 中國國防部工作會晤 也討論了今年兩軍交往計劃等等 最後謝鋒指出 中美要清除路障關卡 推進人文交流新熱潮 中方正在積極落實未來五年 邀請五萬名美國青少年來華交流學習 近年來還推出了一系列便利中美人員 往來的重大政策利好 包括實行簽證免預約申請 大幅優化自美赴華人員簽證政策 中方也希望美方與中方相向而行 採取行動 減少旅行 簽證入境等政策障礙 進一步大幅增加直航航班 儘快調整赴華旅行提醒等級 停止盤查滋擾遣返中國留學生 鳳凰卫視 王兵如 王天逸 華盛頓報導 另一方面 由中國內蒙古自治區貿促會 和美國內蒙古組商會聯合主辦的 內蒙古美國貿易展洽會 日前是在羅杉磯舉行 內蒙古自治區政協副主席安潤生 率領的30多家企業出席了展洽會 涉及行業包括生物科技 環保 餐飲 紡織 工程和文化產業等 內蒙古自治區政協副主席安潤生 中國駐洛杉磯總領事郭紹春和夫人王威參贊 美國國會議員趙美新 加州參議員Josh Newman 洛杉磯憲政委員八格的代表吳中國 內蒙古自治區貿促會會長金生瑞 美國聯邦商務部進出口主席Bob Spence 加州財政部長馬世雲的代表Daniel Seal 美國聯邦商務部貿易管理局主任Richard Swanson 蒙商銀行董事長于學忠 美國江蘇總商會會長蔡成華 內蒙古民族貿易促進會會長張湛忠等嘉賓出席了歡迎晚宴並致辭 郭紹春總領事在致辭中表示 2024年是中美建交45週年 去年11月的舊金山峰會 習近平主席和拜登總統在各領域達成了20多項共識 為雙邊關係開闢了前進的道路 加州和內蒙古於2000年建立了友好省州 加州和內蒙在經濟 文化等領域保持著友好交往 此次訪問必與加州工商界一道加強各領域務實合作 內蒙古自治區政協副主席安潤生表示 加州是美國經濟人口第一大洲 內蒙古與加州產業具有相關性和互補性 具有巨大的合作潛力和廣闊的發展前景 未來將在綠色能源 綠色農業 文化旅遊 生態保護 社會民生等各領域與加州共同建立合作關係 共謀長遠發展 美國內蒙古總商會會長于中俠致歡迎開幕辭 于中俠表示 美國內蒙古總商會自2010年成立以來 一直致力於推動內蒙古和美國兩地的經貿合作 大力弘揚內蒙古傳統民族文化 充分發揮商會在內蒙古與美國之間的文化經貿合作平臺作用 那這個大會召開是在前提下是在我們三月份 我們在線上做了一個貿易展覽會 線上線下和洛杉磯 當時我們這個會議結束的是非常成功 達成簽約儀式是四個多億人民幣 五千多萬美金 在此基礎上內蒙古自治區非常重視 為此這次特別派內蒙古自治區副主席 還有我們茂蘇會的會長一行 包括企業家50人前來參加洛杉磯舉辦貿易展覽會 那今天我們的展銷就正式開始 全是我們內蒙古的產品 這些產品代表著內蒙古的特色 內蒙古自治區茂蘇會會長金生瑞在致詞中 重點介紹了內蒙古自治區希望與加州合作的項目 包括同構建產業互補互助 共同開創數字經濟發展 共同開發現代農務業大市場 共同推進文旅融合發展 在開幕式上還舉行了內蒙古國際商會 與美國內蒙古總商會合作共建 駐美國代表處簽約 內蒙古茂蘇會與美國江蘇總商會合作意想簽約 內蒙古茂蘇會與美國風雷集團合作意想等簽約一室 來自內蒙古的30多家企業在盛蓋博希爾頓酒店的會場展示了自己的產品 並與洛杉磯工商界人士進行交流 參展的內蒙古鄂爾多斯代表團負責人 鄂爾多斯茂蘇會會長賈湛榮介紹鄂爾多斯的發展及此次參展的情況 我們奧爾多斯代理企業是世界級優質羊榮產品和煤化工污水處理技術 和美國學習現在農務業的管理技術這三個方面的東西 想要讓我們奧爾多斯世界農都的產品和美國加利菲亞人民一起去享受世界上最優質的羊榮產品 來溫暖整個世界 鳳凰威視田野洛杉磯報導 休息一下回來再告訴您更多 你先來看今天的中國改選 美國總統拜登因未能有效控制南部邊境的移民問題 其最新民調降至低點 消息人士透露在尋求墨西哥協助處理邊境移民危機中 墨西哥總統提出一系列條件包括要求200億美元的投資 據NBC新聞援引熟悉移民問題的美墨官員說法 拜登政府在應對創紀錄的非法移民時越發依賴於與墨西哥的合作 報道指派洛斯呼籲美國通過一項計劃向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國家投資200億美元 終止對古巴的封鎖 取消對美內瑞拉的所有制裁 並且為在美國的至少1000萬拉美裔人口提供合法身份和工作許可 以換取配合拜登政府解決移民危機 美國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周一表示 上周阿拉斯加航空公司的一架客機在起飛前發現一塊門板滑落 阿拉斯加航空和聯合航空分別報告稱 他們在其他一些波音737 MAX 9喷氣式飛機的面板或門塞中發現了鬆動的部件 美聯航表示其技術人員的出戶報告也表明 在部分飛機上發現鬆動的硬件 波音公司周二召開了全體員工在線會議 討論安全問題 波音公司已向世界各地的客戶交付了200多架飛機 但其中171架飛機已被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停飛 直到門塞均被檢查並及時修復 周二以開發機器人太空船技術為主的Astrobotic Technology表示 其月球着陸器在周一發射後不久就開始失去燃料 以及發現太陽能蓄能問題 迫使它們放棄登位任務 Astrobotic Technology計劃在2月23日進行繞月 節能飛行後登陸月球 這可能是美國50多年首次登月項目 且是私人公司的首次登月 目前只有四個國家成功登月 該公司表示新目標是讓著陸器在太空中 盡可能長時間地運行以便為下一次任務 該公司並未解釋故障原因 此前NASA向Astrobotic的本次任務支付了1.08億美元 當局稱周一德州沃斯堡一家歷史悠久的酒店發生爆炸 市中心街道上散落著大片建築碎片造成21人受傷 其中1人傷勢嚴重 爆炸將門和整段牆面的炸毀碎片散落在酒店前面的路上 當局敦促人們避開該地區 稱救援人員發現有幾人被困在地下室 15人被送往醫院 其中6人情況危重 當局沒有表明有人失踪 但搜救工作仍在繼續 當局表示 他們相信爆炸原因為煤氣泄露 爆炸發生在工作日下午 並表示酒店當時正在進行施工 這座建於1920年的酒店位於市中心的繁忙地區 據沃斯堡會議中心約一個街區 拜登政府週二頒布了一項新的勞工政策 旨在防止將員工錯誤分類為獨立合同工 加強對數百萬美國勞動力的法律保護和補償 政府15個月前提出的政策已取代特朗普時期政策 被錯誤分類為合同工的員工 既得不到聯邦最低工資保護 也沒有資格享受健康保險和代薪病假等員工福利 代理勞工部長蘇表示 這項新政策將有助於保護工人 特別是那些面臨剝削風險的工人 確保他們的付出能獲得相應的工資 據估計錯誤分類的建築工人 每年損失1萬至16000美元 週二一場風暴席卷美國南部 佛羅里達州部分房屋屋頂及露營車被掀翻 另一場風暴導致中西部地區的城市停擺 積雪深度超過半英尺 部分居民被困在高速公路上 佐治亞州的大雨使亞特蘭大繁忙的機場的空中交通 一度中斷並引發山洪 導致早上通勤期間 亞特蘭大周邊高速公路的一些車道被堵塞 佐治亞州80多個公里學校系統完全停課 而其他系統則在線授課或推遲面授課程的開始 美國國家氣象局表示 黎明前佛羅里達州海岸風速可達106英里每小時 當地警方週二早些時候要求居民留在室內 非必要不出門 鳳凰卫視綜合報導 再来關注中國兩岸3D的最新消息 中國9號下午成功發射爱因斯坦探针衛星 衛星發射後數分鐘 台灣防务部門一度發布防空警報 聲稱衛星飛越台灣南部上空 但因警報簡訊英文版 勿將衛星翻譯成導彈 之後公開致歉 愛因斯坦探针是空間科學衛星 如同一名捕手 可以捕捉更遙遠 更暗弱的宇宙中 天體的戰線和爆發現象 同時監測已知天體運動 探索天體演化的奧秘 其設計壽命5年 將運行於距離地面600公里的軌道上 是國際首次在沃爾X射線波段 開展大市場高靈敏度動態成像巡天監測 首次投入觀測後 一旦發現新的戰線或爆發天體 愛因斯坦探针衛星不僅能自動調整姿態 快速指向並鎖定目標 開展精細的自主觀測 其戰線源的警報系統 還能通過北斗網絡 引導全球的天文望遠鏡 展開協同觀測 來獲得更為豐富的觀測數據 針對大陸9號發射愛因斯坦探针衛星後 台灣防務部門一度發布防空警報 警報簡訊英文版 更曾錯將衛星翻譯成導彈 國民黨大選候選人侯友宜 批評民進黨借題發揮 侯友宜表示 他記得上次有導彈飛過台灣上空 有關當局並沒有發布警告 而這次又發出警告 而且內容更中英不符 令民眾一頭霧水 質疑民進黨再次炒作 外部勢力戒選 另外有民進黨立委 近日陷入不搖影片風波 民進黨也稱是偽造戒選 侯友宜諷刺成 民進黨參選期間 把一切問題都說成是外部勢力戒選 批評民進黨從頭到尾都是在騙選票 都是在政治操作 鳳凰卫視綜合報導 休息一下廣告之後回來還有財經方面的消息 不要走開 美股周二收盤 漲跌不一 納斯達克指數小幅攀升 英偉達是再創歷史新高 本週市場關注通脹數據 與多家大型銀行的財報 由美聯儲官員就表示 通脹仍有風險 降息時機微道 再來看世界其他地區的全球財經指數 最後來看全球各大城市的天氣預報 也許有風險 內容 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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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就是这些新闻 想请登陆iPhoneUS.com 以及我们的微信平台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您的南加州 Toyota经销商